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没有发觉已经天黑了 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件事 达到忘我的境界 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并由此获得内心的安宁时 一种极大的满足感油然而生 使你感觉到异常快乐 这就是心流 米哈里采访了运动员 音乐家和艺术家 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最佳水平 以及在这些体验中的感受 他希望能发现 是什么激发了创造力和幸福感 大多数有意识的行为都需要动机 并且有两种基本的动机类型 内在和外在 内在动机是因为你喜欢某件事而做 最高的内在动机 是一种浑然忘我的心流状态 一个人完全沉浸于当下 毫不在意世界 外在动机是成功的动力 受到外部条件的影响 这种动机是短暂的 米哈里发现 幸福并非瞬间发生 他与运气或概率无关 用钱买不到 也不能仗势巧取豪夺 他不受外在事物的操纵 而是取决于我们对外界的理解和感受 乍一听你可能不信 有实验发现 比起休息的时候 工作更容易让我们获得心流体验 这是因为工作场景的流程设置 更贴近心流所需的条件 可以施展才能 有挑战 有难度 有明确目标 有及时反馈等等 但是体验不到工作快乐的人 大多对工作抱以成见 在工作时充满抱怨和痛苦 米哈里说 虽然一般人都很期待下班回家 准备好好享用辛苦挣来的闲暇 可是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利用这段时间 更讽刺的是 工作的乐趣比闲暇更多 因为工作更能使人投入全神贯注 浑然忘物 然而闲暇却没有结构可言 必须花更多精力 才能把它塑造成产生乐趣的形式 需要技巧的示好 设定目标与范畴习惯 个人兴趣以及自律 所以真正幸福的人是那种 工作时能体验到心流 闲暇时也过得丰富多彩 不会虚度的人 只有在不计较好坏 全身心投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时 才会觉得幸福 如何在工作中创造更多的心流时刻 对个人而言 能力与工作目标要匹配很重要 根据米哈利的研究 产生心流的先决条件 使自己的能力 与所做之事的挑战难度都比较高 那么在工作中会出现两种情况 你的能力已经很高了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去做那些 与自己能力相等的事情 就能达到心流的状态 或者是你的能力比较低 这时你应该先去做那些 比较简单的事情 直到熟练掌握了技巧 就可以挑战难度提高到 与你现在的能力相当的地步 一步步的提升难度 直到两者都进入较高水平 就可以达到心流的状态 今天关于积极心理学奠基人米哈利提出的心流 就简单地和大家分享这一部分 按我自己的理解 结合心流 想要给正在找工作的小伙伴一些建议 我们需要靠自我意愿去选择工作 不能是被强迫的 也许说不上百分百热爱 但对于工作内容或是其中的某些点 是真的感兴趣的 同时这是一个有挑战的工作 能够促使你努力 虽然有困难 但能努力也能克服 能取得成果 能让自己尝到甜头 然后继续努力 这样才是一个积极的循环 不要仅仅因为你擅长做某件事 就去做那件事 也不要因为你仅仅因为喜欢做某件事 而去做这件事 要做那件 不仅你擅长 而且你会感到乐趣的那件事 并争取把它做得更好 别急 给自己一点时间思考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 这里是诚意的职场诊疗室 我们下期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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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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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